以前就是每家每妇会自己做 用这个经营方式开个个体妇卖蕾茶 就是我第一个每家每妇都会做的情况下 你把它经营好 不是很容易的是我 不是你才会做 对 是吧 对 这个蕾茶现实一种文化在我们街心 来街心一定要喝蕾茶 大蕾天心盘 这个棍子边磨它会边扫的是不是 是啊 大家看一下那个上面 那个正殿之宝 是比我们这一条另外蕾茶棍要长的 为什么因为这边是边磨边扫 边磨边扫 它现在就变爪了 先放点茶叶 你现在加的是什么蔬菜 薄荷 薄荷茶叶 要吃20分钟 把这边留的差不多了 就可以加这个 就小的先雷菇 容易碎一点 加了这个花生吗 来芝麻 芝麻 也不能放多 放多的变豆浆了 你这样 一样样磨碎 你看这个芝麻 差不多碎了就加花生了 跟你说这个雷擦棍会短 就是在你这样磨情况下 它就会跑进去啊 你看 还有这棵树一定要好吃的 就有不掉的 像这棵树里面都有 就是只那个肚子不舒服的 很大的鞋 问题不太简单 是 是 然后再加花生 雷到现在呢 差不多是10分钟左右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食材 已经磨得非常的细的 已经非常细腻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在加开水 为什么要加开水啊 就是搞均匀一点 好的呀 这雷玩具可以靠 靠开水就可以喝了 这样加完水 它就是成品了 对不对 一般家里面自己做 都是差不多这样子 对不对 我都说你雷擦 其实没有什么功夫 这些最重要是比较配搭配 这碗是手工制的 在其他餐馆 绝大部分呢 是机器做的 还跟手工做的不一样 这还是飞翼串串串 亲手雷的雷擦 你看 这样就给汤果什么的 来送一下 这个好好喝 这个好喝 好浓哦 感觉很清香 然后它的味道又非常的浓郁 这个是雷擦 这个是饭擦 其实正餐是这样子的 饭擦有三种选择 一种是饭擦 米骨擦跟米花擦 我们这是其中一种叫饭擦 饭擦跟其他两种擦的区别是 我们加的是米饭 就在这里面加的是 米饭来了 如果选的是米花擦或米骨擦 它这个白饭就会换成另外两种食材 这个先搅拌在一起 好不好 我们先这个搅拌在一起 这里面是有豆 有菜 有虾米 花生 有菜鲍 有 有菜鲍 这里应该也有接近十种的配料 有啊 就像炒饭一样嘛 对不对 味道不准呢 你试一下也知道 因为它脆掉 配什么料是刚刚好的 我们今天是有三个人过来吃的 所以我把这个这碗饭茶 分成三份 然后两位摄影师自己选择加汤 或者不加汤 我就直接吃这种最正宗的吃法 我们把擂擂茶加进去 韩国泡饭 这有点像韩国泡饭 绿色的 你吃两只你就上瘾了 上瘾了 这个吃的会上瘾的 因为这是绿色食品嘛 你吃了很肥肥的东西 就是这个人最好的 这样一口吃进了好多料 有花生啊 菜脯啊花香 其实这个东西也不能够很搭配的 这些东西 汤的味道呢 是薄荷味蘸的比较主要 但并不会特别的浓 它就是那种淡淡的薄荷香 对薄荷清香 然后米饭呢 就跟苹果说我们吃炒饭是一样的 很多种配料的夹杂在一起 那种口感非常的豐富 很容易入口 这种吃起来很舒服的感觉 这个汤就是固定这样的味道 所以我们这个季节 刚好是裹和当生 味道不一样的 因为有些菜 那些配料不是一年四季都有的 什么什么季节 有什么东西出来 有丢什么香菜 拍视频呢 是特别讲究缘分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来到街西和婆 去找的前两家雷茶 他们都拒绝我们嫌 我们拍视频太麻烦了 然后我们兜兜转转来到了 和婆雷茶支架店 老板非常热情 才让我们能记录下 这么完整的雷茶支持 非常感谢老板的接待 大家如果来街西和婆 一定要试一下和婆雷茶 真的 这个是非常有特点的本地的小吃 我也推荐大家来自家店 和婆雷茶 来找我们的飞移传承人 给你们做一碗非常地道的和婆雷茶